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小麦的健康笔记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一定要帮我按赞留言还有多分享 另外呢我们现在在下载推广我们中天新闻网的APP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这个朋友呢 赶快帮我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们完成这个APP的下载安装 好在安装的时候可以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便秘的问题哦 其实便秘这个问题是现代人常见的一种文明病哦 根据一份资料显示 我有发现全台湾有525万人都有便秘的问题 另外呢也有数据显示 其实上班组48%也都有便秘的困扰 好这个部分到底应该如何来做预防保健呢 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的医师黄博瑶 黄医师要来为大家解惑医师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医师我首先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便秘 如果说你几天没有解便应该就算是便秘了 一般我们讲便秘的问题哦 大约就是很干或很硬的粪便 所以阻塞了我们阻塞我们肠胃道里面 造成说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或是说大不干净的问题 那时间性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讲正常的排便的话 大概是一天三次 一天要三次 或是到一周三次 都算正常 但是如果说你太少 那真的就少于这个区间的话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 你可能有便秘的问题 这个大概算便秘 所以如果按照最低标准一周三次的话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二到三天一定要解便一次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说 最好就是二到三天至少一次 那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大概一周 一天可以一次 一天可以一次 这是最好的 好 那一般我们会觉得说 你好像这个解便解不出来才叫做便秘 如果解不干净也算便秘啊 解不干净的感觉其实是蛮困扰的 所以我们般讲说解不干净 其实就感觉就是说好像在你的肛门口 有一直有那种粪便的感觉 或者说我上完但是其实有上不干净的感觉 那其实这种上不干净的感觉 变异感很重的感觉 其实也算是便秘的一种 好那医生我问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便秘啊 其实便秘的话 一般我们大概分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有些人现在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就是说水分喝太少 那膳食纤维不太够 然后有些年轻人 他其实是慢性压力的问题 那其实大便这件事情 跟我们的活动力很有关系 所以有些人其实他长期没有活动 或是说上班时间做太久 那其实你不会有便秘感 那那个大便的时间过了之后呢 你就更大不出来 所以这样时间久了 其实这是第一个会有便秘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年纪有点关系 有些长辈他其实是 肠道的功能年纪大 他会有点退化 所以他其实在不管是水分的吸收 或是说肠道制作粪便的过程中 他其实比较慢 所以其实有些长辈 他其实到年纪大了之后 他发现说其实会有便秘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属于其他类 那其他类我把它归类为其他 就像是有些年轻女生 他是怀孕的问题 那怀孕的过程中 有些荷尔蒙的分泌的异常 有些是小孩子越来越大 所以压迫到肠道 或甚至有些是比较不幸 比如说真的有癌症 有一些肿瘤的问题 那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大便的习惯 有些人会跑出便秘的这样子的症状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膳食纤维 跟水分摄取不足 膳食纤维其实指的就是蔬菜水果吗 对 其实我们讲膳食纤维呢 蔬菜水果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现在遇到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膳食纤维 吃的蛮够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包装杂志在讲 要多吃蔬菜水果 那每天我们应该摄取多少量 其实很多人都有概念 但是我们讲说膳食纤维 可能一餐你可能要吃到5到8克 甚至更多 一天你甚至需要吃到可能30克左右 就有这样子的膳食纤维 那我们再讲说膳食纤维这一块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其实是摄取不够的 那膳食纤维摄取够了之后呢 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的水分也要摄取够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你就比较不容易便秘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精致饮食比较多 所以你说真的膳食纤维的部分 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够的 那有些人他其实会去 自己再多吃一些 补充膳食纤维这样子的动作 其实是会有帮助 你是指保健食品 有些女生他可能想要减肥 或是说当代餐 所以他可能会多吃一点膳食纤维 那其实这个会增加排便 那体重可能也会有点改善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水分如果摄取不够的话 反而会影响增加便秘的机会 所以换句话说 可能有些上班族他觉得说 我有吃蔬菜啊 我早上吃汉堡蛋 然后汉堡蛋里面 就有可能一两片生菜 跟一点点小黄瓜 或是一两片的这个番茄切片 这样的量其实整体说起来是不足的 其实是严重不足 严重不足 那我们在想说 你看一片生菜 一片小黄瓜 其实它里面含的东西 不全然是膳食纤维 它还有很多的水分 它还有很多的营养素 那真的属于膳食纤维的部分 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讲说 你真的要吃到足够的膳食纤维 真的要好好计算一下量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医生的是 便秘的高风险族群 高危险族群 到底有哪些人 因为便秘的问题 实在是影响太广泛了 太广泛了 所以我都会把这个便秘 我都会翻成大概三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 我们用年纪分 可能会比较简单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其实就是 吃东西比较水性 所以膳食纤维跟水分不足 跟活动力比较不够 然后久坐 这种比较年轻 刚出社会的这种上班族 或是说一些学生族群 其实现在这种便秘也蛮多的 这是属于年轻人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属于中年人的部分 因为这种其实便秘的问题 它是从年轻一直到老 这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所以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的饮食上 你没有特别注意 那其实吃药这件事情 是比较快速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他其实可能到了快中年 或是说30岁之后 他开始会使用一些便秘 便秘的药 或是一些灌肠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到了中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比较多的人 他其实是吃药吃出来的 那吃药就包含常见的泄剂 或是说有一些他其实 有些人合并一些失眠啦 或是一些情绪障碍啦 所以他可能会吃一些 比较重的精神科的药物 所以其实这一块到中年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是吃药造成的 副作用跑出来 那第三个就是属于年纪大的人 那长辈的部分大概就是 比较属于退化 肠道功能的退化 那这一些人就是我刚刚有讲过 他其实年纪大的时候 他的肠道功能吸收水分 制造粪便的功能会下降 所以他其实这个排便的功能 其实本来就比较差一点 那有些人他其实 有些长辈他可能活动更差 甚至卧床 这些长辈他其实排便功能就更残 所以他其实在卧床的长辈上面 便秘的比例其实是更高的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 他从年轻开始就有便秘的问题 那他一直持续到中年跟老年 他是一直长起来 都会有便秘的状况吗 如果他都不做一些 这个改善的方法的话 有便秘的人就会一直有便秘 其实便秘的状况 这个是连续性的过程 所以年轻人他开始有便秘的过程 我是建议说真的要好好的 想办法处置或者说 好好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因为其实年轻以来 他的肠道如果你长期便秘 对肠道的功能其实非常不利 那你如果长时间靠着吃药 或说灌肠这样的方式 到中年来讲你的肠道的蠕动呢 其实是会变得比别人慢 那到年老的时候 其实这一块便秘的问题 会更加的困扰 那其实药物的使用上 很多人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其实使用药物的比例 跟他的使用的剂量 会一直的拉高 那效果上如果不如预期的时候 我也遇过很多的长辈 其实心里面会产生一种焦虑 就是觉得大便一直搭不出来 或者说我好像今天上的不够干净 那药物的使用上 如果你觉得不如预期 那其实心里面的这种感受 其实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都建议说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 那你从年轻开始 你的膳食纤维跟你的水分 你的运动 你的压力的缓解 这一块其实是你必须要多注意 多去尝试多做的 小朋友也很容易便秘吗 因为很多这个医生都会交代家长说 你要记录一下小朋友上厕所的情形 小朋友的比例以前其实是蛮少的 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 那有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精致的饮食有关系啦 其实小朋友我们现在根据统计 其实我们看到这50年来 随着我们这个社会进步 饮食改变很多稀释的饮食 这一类精致的淀粉其实是增加 所以比较粗食的部分 我们讲膳食纤维的部分 这一块其实是比例是一直在下降 所以很多人他其实从很小 可能在读国高中 甚至有一些国小血统 他其实慢慢就有一些大便不顺的问题 那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也是水分的 摄取的不足 有些人玩一玩他可能就忘记喝水 或者说饮食上真的没有注意 那其实这个年龄层是在一直下降的 好那我追问一下就是肠造症的朋友 也是很容易出现便秘的状况 什么是肠造症 其实肠造症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肠子功能性的问题 那什么叫功能性的问题呢 简单的做区分喔 就是说你的肠子呢 我们从外观上 从结构上去看 它并没有太大的异常 比如说它没有溃疡 它没有出血 它没有长肿瘤 但是呢 它造成你很大的困扰 它可能会有腹脏腹痛 恶心呕吐 大便大不干净 或是便秘的症状出现 所以像肠造症这样子 其实影响很多的年轻上班族族群 那这些人他的症状 我刚讲的他其实症状不一 每个人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些人他其实有一个慢性的压力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长期的压力在身上的时候 容易有所谓肠造症的发生 那其实很多人不只是便秘啦 有些人表现的是用慢性的腹泻 一紧张就想上厕所 或是说这个长官一讲 压力来了就想上厕所 所以这一类我们把它归类为肠造症 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肠道的症状都有关系 那时间久了之后呢 它一样会造成我们肠道功能的下降 到后面年纪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连带的造成我们营养不良 或是说我们脑部的功能受损 或是说我们长期肠道功能不脏 其实这对我们生活影响是蛮大的 肠造症很不容易被发现吧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就算有一些便秘的状况 或是有一些这个腹泻的状况 我会觉得我自己是得了肠造症吗 这个诊断一般是比较后面的诊断 因为我们都会在诊断上 我们习惯把这个诊断 会先排出一些比较急的 就刚刚讲的 比如说是不是真的不幸的癌症 或是说是不是真的有溃疡 出血啦 这种比较紧急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 那检查长静未静 看起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归类为 长造症的这样的部分 那长造症的处理 其实饮食生活形态跟压力调节 这个就非常重要 那其实很多人他有慢性的压力是不自知啦 其实是没有感觉 那有时候你突然放个假 你会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轻盈 这样子的感觉可能你很久已经没有过了 那你的大便可能突然就顺畅了 或是腹脏腹痛的感觉就缓解了 所以这一类的长造症的这个朋友们呢 有时候在这个环境的改变 或者说你真的有一个休息的环境下 你就会很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差异 便秘到什么程度需要去看医生 需要到吃药 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一个正常的排便习惯 从一天三次到一周三次都算正常 可接受的范围 那因为排便的问题呢 他跟每一个人的习惯真的差异蛮大的 所以我一般都是讲说 如果你一周你在正常的饮食下都没有上厕所 都没有大便的话 那你真的要好好去看个医生 可能要使用一些药物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 真的是水分或是说常阻塞的问题 所以这一块一周以上没有上厕所 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问题 好那包含如果说我的排便习惯 也有一些改变是不是也要警觉 对排便习惯的问题 就包含上很多次 或是说上不出来 几次就要很多次 比如说你一天真的超过三次 那就算是我们讲说 可能就属于慢性腹泻那个区块 那上太多次 可能你的肠道蠕动真的太快 甚至有一些慢性拉肚子 那个营养上可能真的吸收不良 或是有些人他其实是有一些食物的不耐 食物的过敏 这些其实是你需要找出原因的 不然长期来讲生活上会造成很大困扰 那对我们饮食上其实很多时候 他也是造成你饮食上的一些选择上 也会需要调整 那刚讲说这个饮食 这个肠道的习惯改变 排便的习惯改变这一个部分 最怕最怕的 当然就是是不是有癌症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担心这一块 他只要突然没伤 或是说上的时候 一直觉得有伤不干净 其实到比较年纪大 或者说你真的有家族食的人 四五十岁的人 真的建议说可能做一个大肠镜 或者说至少做一下分辨前血的 这样子的检查 对于早期发现大肠癌 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有些人其实他也没有这些问题 他可能就是真的便秘太久 或者说你长期有一些糞食 卡在你的肠道里面 那这个会造成你大肠 产生气势发炎 或是真的有气势的问题 那这些其实也会有一些排便不顺 或者说小出血 或者说真的久了 可能真的开始长息肉 那这个都会影响我们排便的习惯 其实这都是要注意的 好医生刚刚已经有提到 长期便秘可能算是大肠癌的 一个这个警示的症状 那除了大肠癌之外 长期便秘还会带来哪些的 副作用跟后遗症 这个长期便秘 他的问题大概 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 很多人他其实就是肠胃道的不是 肠胃道的不是 最常见的就是食欲不振 或者说你吃东西吃一吃 恶心想吐 腹脏不舒服一直打嗝 类似这样子都是属于肠胃道的不是 这是年轻人比较常见的 那等到你年纪稍长 你开始这个发现说 哎我这个肠胃道 已经影响到你的吸收功能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说 哎我是不是开始有一个 营养不良的情况 那所谓营养不良 现在比较夯的这个讲法 可能是比如说体重减轻 或是说有些人他开始 有一些肌少症这样子的问题 那你就发现说 哎怎么整个人在变瘦 那其实你回过头来去想 开始可能都会有一些 这个长期便秘或是肠道不适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大概是属于我们 就是长期便秘到后来 可能甚至会产生像 最怕就是还是癌症的问题 然后你的这个大便 长期在这个肠道里面 你没有给它排干净 其实肠子会发炎 会长息肉 会有气势容易发炎 其实这些都是 比较担心的一些症状 嗯 长期便秘也会造成肝病啊 有些人是有这样的讲法 因为我们肝脏主要是在代谢一些毒素 那其实我们肠道负责很大一部分排泄毒素 这样子的功能 那如果你的大便 你没有没有一个固定 这样子排大便的机制的话 那些毒素它会回收 那回收到哪里去呢 就是到我们肝脏去 所以肝脏其实这个时候压力 就会增加 所以你长期增加肝脏的负担 这一块你的肝病的比例可能会上升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NCC关中天没收新闻自由 媒体寒蝉效应很严重 但是中天坚守第四拳 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